241 申報 中證監要求大股東增持 2015年7月9日要問A01出招救市A股續跌近6% 中央在內地收市後手口並用 頻頻發工出招拯救股市 中證監昨日下發通知 請各證監局約談近6個月內存在減持本公司股票的大股東 董事 監視及高層 明確以下要求 其中 減持5億以下的增持比例不低於累計減持金額的10% 減持5億元人民幣 以上的增持比例不低於元減持金額的20% 截至昨晚9時30分 本港股市約有13間公司跟對增持公司股份 當中包括大型國有石友公司中石化0386及海通國際0665 而中證監晚上8時許再發工 公布即日起6個月內 上市公司控股股東 持股超過5%的股東 董事 監視及高層 不可以在2級市場減持公司股份 亦違反規定減持公司股份 中證監會給予嚴肅處理 至於6個月後減持股份的具體辦法要另行規定 中央回金續買入 中國財政部方面 公布在股市波動期間 承諾不減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亦會要求中央管理的國有金融企業不減持手持的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又支持金融企業在股價低於合理價值時增持 中央回金同時亦發公告指 近期已在2級市場買入交易所買賣基金 並將繼續買入 同時 中央回金承諾 在股市異常波動期間 不會減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並要求控股機構 不減持所持有的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更會支持企業摘機增持 以維護股市穩定 四大行業回應 以德式中央回金及財政部承諾不減股份 陳家強 留意時態發展此外 據財經報導 7月8日收盤後 正金公司向華夏基金加實基金等五家基金公司 申購2000億元主動營基金份額 每家各獲得400億元 本港方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表示 港股昨日波動較大 主要受希臘公投結果和內地 A股調整影響 但香港市場大致暢信 當局會繼續留意時態發展 投資者應保持風險管理意識 申報機者 特性佔提供 itsع sharedASHIST